而且大家都可以点自己想要吃的菜 然后去买食材 然后一起回来清理食材 然后去准备这一桌丰盛的晚餐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 对 而且也会让这个家特别有人气 对不对 有这个人情味 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做饭 然后一起享受美食 最后洗碗谁洗 大家一起洗吗 我觉得一般就是做菜的就不洗碗了 大家分工一下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传递情依的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这个时光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发光的一个时光 对 而且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其实这个时光是很珍贵的 所以刚才也讲到